新华社消息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下午的6点至7点前后 中国海军的7艘舰支通过冲绳县 宫古岛东北约110公里的海域 驶向了太平洋 这是9月日本政府将间隔诸岛国有化后 中国军舰首次穿越该海域 日本防卫省正在分析中国军舰此举的意图